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过就是比别人多看了一个维度 所以又能 天人也有吧 天人但是在黑暗中 它黑暗的光明基本上 没那么障碍 这么说 破了明暗下 还算不了什么 光明跟黑暗破了 除欲见尾 眼睛不着想 就像你 就是怎么说 看谁呢 就是看每个人修正 我觉得这个不能一杆子打死说 他破了明暗下他在哪里 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就差了一点点 但是不管什么 除了六根元通 互用 六根互用 这个时候神通就出现 六根互用 全是一心啊 因为你看眼睛看东西 也是心的分别 耳朵听东西 也是心在分别 是不是 比如说 人死了 眼珠子没掉 也看不见东西 耳朵也没掉 怎么也听不见 都不是心在分别吗 心不分别 眼睛是看不见的 耳朵是听不见的 那死人 不然那死人都听见了 那死人耳朵也没掉嘛 是吧 眼睛也没掉嘛 但是就是说 没有分别心的时候 这些都 六根就没用了嘛 所以修行 你修六根元通的时候 就是把分别心停下来 分别执着停下来 而住在一个 不是所有的 你看修学都是修指啊 什么都是停下分别心 修指啊 定啊都是让你停下分别心 这样的六根就不动了 六根这个六肉啊 这个六根是 比如说眼根啊 就是你看 眼根 这个不是不究竟的啊 就是眼根 我们假如是空性啊 我们怎么找出这个六肉 六根了嘛 你是空性 本来是无我的 你这个六根咋产生的 这个见闻觉知 佛学里面把六 这不是空性 假如是圆满的 就比个例子 那六肉就是 眼肉 耳肉 鼻肉 这就长进去了嘛 这就叫孩子们他要长 那六肉 比如说 我们现在空性里边 起了个分别 也黑暗个光明的分别 分别出黑暗光明的时候 眼睛入进去 就是假如最初的分别啊 眼睛就能见于所见 就产生了 执着于 执着分别 因为万法都是在光明里面 你才看见的 是不是 黑暗里面 你看不见东西嘛 这是相对人坛的境界 就是你的空性里面 当你意念分别了 先分别了光明和黑暗 你才野入 才有野根 才有能见的野根 跟所见的对境 这叫能见与所见 你分别了洞跟静 两种外层 才有能闻的耳根 跟所闻的声音 所以胁破 所以耳根是胁破动静 胁穿动静不着 就是说 不分别动静 不住动也不住静 空性不住动不住静 野根不住明不住暗 因为两个都是幻境 这样呢 如如不动的 这样的肢戒来安住在那 身心不动安住在那 这样破野根 破耳根 鼻腔也是一样的 香臭啊 这些 蛋啊 鞋啊 蛋味啊 这些 身根离合啊 有了这个分别 你才会有生 生根根 所以这个四大皆空 不是说一开始 你就身体如患 你通过这个 一根解脱 六根全解 就回到本心了 然后呢 六根后 眼睛不只能看 也能听 耳朵不只能听 也能看 就是六根互用啊 六根互用 互用的以后呢 就生痛就出现了 你看看能言经吧 这能言经的那种 关世仪菩萨出耳根入嘛 修耳根源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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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耳根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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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听 你的知诫到位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听了 你想听说明你知诫不圆满 你还 如果一旦你知诫圆满了 你觉得这些说的我都听懂 因为你其实是你假如你打坐 你留开听听听 听到一定时候自然的 有时候就入定了 你就不听了 一切靠自然 可惜 在我们没有开悟以前 听闻还是蛮重要的 多听 因为直接如果是错了 休息会绕很大的弯路 就经常会绕弯 到一定程度的话 如果你休息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段 一直无法突破的话 那就去听听听开始 因为一定是你哪块的 直接上有点忙去卡住了 有时候可能听很多很多直接 突然有一句才能冲动到 寻找你那个卡点 然后有时候 听得很多了差不多了 我们在听的同时就尽量的不分别 因为这时候就你说话 含义我们其实也就是不懂的 不懂就不懂吧 就是挺好的 他不懂 他声音本来最后 佛学也没有什么直见 直见立之 你这都是无名吧 也没什么直见 佛学 佛最后让你 音流的震动起作用的 你不管假如说你打坐 你听不懂我说话了 但是你就 就到音乐放在那 不管他 他音流的震动 我们也会共振的 有时候语言 有时候刚开始 可能我们是一定要去 有意识分别 到最后 你看 尔根源头修 动静而下了然不生的时候 他就是绝于 绝于所绝空 那个声音是靠感觉的 就已经不是有耳朵听闻了 你身体每个毛口 都知道在说啥 他是绝的 就是绝于所绝 就是像天人 都是用心灵感应的 就不需要分别意识 不需要的 直接过来我就知道 是说动静而下 破了以后 其实你的明暗下 也是跟着破的 是都一根解脱 六根绝解 从一根破就行 但是一般你 比如以前修 子官修的好的 你们就是 比如游体 能看到光明镜的 从野根直接破 也可以坐在这 其实六根同时来了 你坐在这 你不着光明黑暗的像 不着动静的像 这不六根同时破吗 不着离合的像 不着瞎臭的像 不着味觉的像 这不六根同时 都在同时破 其实 但是对初学来人呢 就安住在 因为初学很散乱 他就安住在文听上 就是声音上 或者文听 安住在一个根上 他就先修子 其实先修子 就因为他散乱的 根本就 你六根同时 他达不到这个境界 他就先出一根开始 师傅 我是游体 我使用师建议 我能听你的 你的声音 不住耳鸣 吸不住耳鸣 听 你也不用刻意的听 他想着 但是不要抗衡他 不要拒绝他 但不离不弃 也不是接纳他 我也不是说 我要接纳这个耳鸣 但是我也不抗衡你 修的时候 因为他是必进空 他是幻境 幻境你就如如不动 如果他生那个耳鸣 就耳鸣吧 但是你不住耳鸣 因为你不是耳鸣 空性里边不会有病的 知道 空性 空性既不是病 也不是健康 不要不要 有些听着耳鸣都想着错 听着听着就会听到 内心有抗衡 就想把它消灭掉 那是错的 你起心动念了 你总是想把坏的消灭掉 但是你初来不知道 你想消灭掉的坏的 是你的起心动念 跟你的错觉产生的 那这个耳鸣它其实也是空性 耳鸣也是空性 是 坏的里边也是空性 是因为你要从打劲坐来治病的话 你就只能这样子 以这种界地来治 就是说你坐在那 好的坏的健康 你不能说是不能像人类一样 二月队里走说 哎呀我没病就是健康 或者没 从二月队里来去治病 你坐在那 你说这是个病 这已经错了 从最高第一队来说 可能在禅定里边 假如说 你看假如说具个例子 我这块咳嗽肺不好 或者是什么 那么我坐在这的时候 假如我入定以后 跑去人类的认识 从其他围堵去看 我已经不是个人体肉体了 我可能是座山 是个森林 我可能是个宇宙啊 我可能是个银河系啊 你会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啊 你可能是个光啊 一束光啊 那可能如果你是个山 可能这块只是个障碍啊 上面多了个树啊 多了个找出个草啊 你拔了它就完了嘛 所以说你认为的那种病啊 耳末所有的东西 可能是只是障碍啊 但那个障碍怎么清楚 可能是逆月或者赛月啊 那里原了了就算完了嘛 那这就是从空性治疗 就坐在那儿 你只能是不着任何相 不着相的闻听你的耳末 还再加一句 不着相的闻听 你只要不定义它是病 你就不会抗衡它 你要空性也不要定义 因为空性是什么也不知道 它就是个声音是吧 只是你每天都在听听闻它 它啥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没有生出也没有灭出 你不知道它从哪生的 也不知道它灭到哪里 是吧 你说从耳朵里边生的 耳朵里边是一个肉团 怎么能生出声音 是不是 感觉到它是意识中低 而且它没有停的时候 以前不愿意 是 是你的意识不生 你的错觉 一直在那儿没生面 你没证得嘛 首先有些病 当然我们在没圆满 有些病 就算有时候 我们一生都不一定 有些病能好 有些果报要受嘛 有些也不是说 修行者佛子是不怕 不怕承受果报的 就是 可能有时候 有些你看大法师得了绝症 或者也走掉了 他也 他不是说不治 他也治 但是说没治好 他也不遗憾 他在这里走了 走人就是这样 但是首先是 但是他们唯一的有一点 这些东西不会影响到他 啥也不影响 不会影响他空性 不会影响他开悟 不会影响他见空性 最多影响他气脉转化 是 在这里 有些不应该 是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